在阿育王经里面 阿育王大家都认识 阿育王他有一个妃子 应该是很漂亮 因为他生了一个王子很漂亮 这个王子阿育王非常疼他 有一天这个王子跟他的母亲 也就是王妃带着这个王子 两个去吉岩市 阿育王所见的吉岩市 去那里礼拜 礼拜听法 那个寺庙有一位罗汉 母子两个人就说 那我们拜见这位罗汉 那这位罗汉他当然知道 这个王子将会遇到什么灾难 他会遇到被人家挖眼睛的灾难 两个眼睛被挖掉的灾难 所以这一位尊者 他就特别为这个王子一直讲 这个相貌是无常的 尤其眼睛也是无常的 我们最会迷人的地方是哪里 你们猜 眼睛 对 你看有的人 他的眼睛 现在我不知道的 那个早期我年轻的时候 都听老一辈在讲 说那个水 那个眼睛 他会像灾白背 灾白背 你们听懂吗? 懂啊 他懂了 那个崇祥 你一直看我 你灾白背 你看吗? 我暴霉眼 所以 因此我去 我听说那个南传佛教 南传的比丘 他们出家的时候 都要把那个眉毛 把它剃掉 因为眼睛如果很漂亮 又加之为眉毛漂亮 就很容易迷人 当然这个没有搞据 我只是听老一辈说的 那么 这一位尊者 他就 他就知道这个王子的灾难 所以那一天 他们母子两个人去拜访他 那么这一位尊者 他就一直跟他讲 这个人生的无常 尤其眼睛也是无常的 一直讲 那么这个王子很有善根 就听着听着 就一直跟着思维 然后两个人 母子两个人回去了 回去了 这个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王子太漂亮了 那么王后 你看 那个王后 也是 王子的父亲的太太 对不对 可是王后 她就在爱这个王子 王子的母亲不是王后 而是妃子而已 那么王后她就爱这个王子 结果就一直 要 亲近这个王子 可是王子她不肯 她说 你也类似是我的母亲 那么怎么可以这样 她就不肯 不肯 王后她就恼羞成怒 因此她就好 我下定决心 要把你的两个眼睛 把你毁灭掉 这样 那么她就放在心里面 找机会 要破坏她的眼睛 那么 有一个时候 终于眼睛来了 机会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爱玉王在生病 那就没办法可以 没办法可以料理国事 带兵 这一些工作 那么王子 她就 带兵到北方 去 这个北方有一个建陀罗国 在印度的北方 也就是北印度 那这样去了 去了以后 王后她被逮到机会 那好 王子在外面 这个国王又在生病 所以她就假造圣子 在历史上 这个假造圣子的 真的是多得不生其数 那她就假造圣子 她就责备 责备王子怎样怎样 然后呢 就说那么 对你一个处罚 就是把双眼挖掉 那果真就是把双眼挖掉 双眼挖掉以后 那王子当然 眼睛没看到了 没看到了 她就一直思维 就记得 记得了 那个尊者在为他开导的 那一席法 他就一直思维 一直思维 思维到后来 你看 他马上正得 师陀汉国 就是第二国 那么 那么 当然就打仗 那个打仗完毕了 那么 就回来了 回来了 那个 阿育王 可能身体也 也比较好了 那么 他就去拜见他的父亲 那阿育王一看 你什么 两个眼睛都瞎了 然后呢 脸是那么的 那么的憔悴 身体 精神 多种种都那么憔悴 那阿育王就 就 很不忍 心里很难过 他就说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这样 那这个王子呢 说 爸爸 这不是你的意思吗 他就这样 阿育王 他一听了以后 吓了一跳 怎么这是我的意思呢 结果 那个王子呢 就说 你的 你的这个圣子 还在 我们中博就说 用圣子 你的圣子 还在 有证据 结果 阿育王一看以后 哇 真的 当然是受不了了 开始追查 追查到后来 当然就是 知道 元凶就是王后 那么就把这个王后 抓来 那么用 叫人家堆积着柴 那个柴 然后呢 又泼了油 可能像我们现在 泼汽油 这样 那这样呢 就要把王后 把他抓上去 活活的烧死 那这个王子呢 就一直要求 一直 一直要求 他的父亲 那么他的眼睛 已经 造成了嘛 你现在在 烧王后 没有意义嘛 可是他的父亲啊 就是 这个不接受 王子的 要求 然后就把这个 王后呢 就烧掉 烧掉了以后呢 那么国中有一个 这一些比丘们 就很奇怪了 他们就问那个 幼伯吉多 幼伯吉多呢 我们知道也是这个 这个主师级的 也是阿罗汉 他说呢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怎么 怎么 皇宫里面呢 会有这一局 这这么重大的事情呢 那么幼伯吉多呢 他是阿罗汉 当然他知道了 他说呢 其实这个是 有因有果的 也就是这个王子 他说这个王子的 过去世 过去世 也是在那个 波罗乃 他是一个打猎的人 这个波罗乃呢 就是现在的 因为随着国家时代 那个地面会变 也就是现在的 那个瓦拉纳西那里 那也就是呢 那个路野院 也是在路野院附近那里 他说这个王子 在过去世 过去世 他就是住在这个 波罗乃国 他是一个猎人 然后他每天都出去打猎 可是他把抓来的这些猎物 他怕他们跑走 就想出了一招 就是把猎物的眼睛 都把它挖掉 然后当然他就 他就没眼睛可以看 不会跑掉了 就因为这样 所以他后来 我就感到很长久 很长久的当中 眼睛都是被挖掉的 这一次也是 这个就是他们的因果 那么他至于身上 在这个国王的家庭 身为王子 也就是他也是 在过去世 过去世 居留身佛的时候 这个居留身佛 他入魅了以后 那么就 这个王子 他的前身 他也是一个信佛的 他就发心 造了这个佛事 那么塑造佛像 这样 那么他塑造佛像 还有这个见佛事 生起一种恭敬 信仰的心 然后他就发愿 他发愿说 我愿将这一些功德 那么就像佛一样 能够生在这个尊贵之家 所以这样以后 他就感到 都生在那个尊贵的 王主之家 王主的家庭 后来这个阿育王 他当然心疼孩子 所以他就跑到 那个菩提寺 有一位圣者阿罗汉 那他就去请求 这个阿罗汉 来治疗 想办法治疗 他儿子的眼睛 那么圣者阿罗汉 就 他说 好 那我们就来举办 这个奖金法会 奖金法会 那按这个 就阿育王 当然用他国家的 这个力量 就发布全国 某一个地方 有某某大德 要奖金说法 那大家就去了 身属恶重都去了 去了 他还特别的 又发布这个消息 说请你们来的人 都带那个杯子 或者是碗 这样都带这个来 那是什么原因 原来这个圣者阿罗汉 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当然一个圣者 在讲经说法 他是非常令人感动 所有前场的人 都非常感动 这个圣者 他就这样一直讲经 他那一天所讲的 就是讲十二英文法 那么在场的人 哇 都听了 非常的感动 有所感触 生命的无常 那么一次一直流转 十二英文法不是讲这样吗 有没有 他从流转门一直讲 讲到 那我们要如何来修正 那就又讲凡妹们 所以这样 那么全场的听众 大家都哭 鼻涕 他事先就说 你们要把那个鼻涕 跟眼泪 都心累 然后果然全场很乖 金口是动不掉 但是心目在一定要心起来 好 心完了 就讲完了 心完了 大家都把他集中 把这些鼻涕 泪水 把他集中 倒在集中 然后就拿给这个王子 洗眼睛 结果当然 集中好的时候 这个圣者 他就发愿 发誓 他说 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法药 如果是契合佛陀所教的道理 那么这个王子的眼睛 一洗以后就能够恢复光明 如果王子的眼睛不能恢复光明 那就证明我所讲的是不符合佛法 那你们就不要信了 结果王子就开始洗眼睛 洗一洗 哇 看得到了 很不可思议 对不对